我平常除了做一些比較基礎的保養之外 其實我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保養習慣 就是我非常重視按摩 所以最簡單的是你只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一路從臉旁邊這樣子往上按壓 然後重複的往上按壓的時候 你就會把髒東西往上帶 但是髒東西往上帶的同時 你要讓它從淋巴下來 所以你就是手往上推再往下 這是一個動作 或者是用指壓按摩眼睛周圍部分 如果你還有適當的工具的話 它可以幫你試半功倍 所以通常我會有小道具 就是這種小滾輪或者是T字棒 那這個呢它轉開了之後會震動 所以它還可以包括放在一些眼部的穴道這邊 然後可以幫你按壓之後 會讓你可以更放鬆 然後把眼睛周圍的循環做得更好 去除眼袋跟黑眼圈 這幾個點都可以放 然後一樣它也可以幫助你側邊往上推 然後再從後面淋巴結的地方往下滾 這個工具也是一樣的作用 它最好的是它可以在你兩夾骨頭這邊 你往上推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整個把皮膚拉提往上帶 然後再從這邊一樣從這邊下來 所以你就會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同時又可以去水腫 然後同時又可以去水腫 但是當你只用這兩個道具的時候 很容易讓你的皮膚非常的乾 你怎麼樣去滾它不會痛呢 所以通常我會再使用 我的小八寶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保濕液 那通常我會就是用幾滴 可以撫嶄均勻的拍打在臉上 然後呢再使用這個乳液 也是一樣幾滴就好拍打在臉上 讓它有一個潤滑度 那這樣的時候當你在去滾的時候 它就會非常的舒服 然後不會讓你黏到皮膚很痛 但是又可以讓你去水腫 這就是我的小法法喔 然後當這些工序都做完的時候 只要譬如說畫個簡單的睫毛膏 然後擦一點點的唇彩 就可以快樂的出門了 因為你的皮膚就會非常的透亮 然後又去水腫 看起來非常緊緻 要不要試試看囉 大家好 我是謝忻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一個非常實用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要立即上妝的狀況 可是發現你的臉非常的水腫 因為我自己本身臉就是一早起來 會腫得跟豬頭一樣 所以我要如何讓我的臉能夠 快速的把水排出去 然後讓臉是最好的狀態 讓化妝師上妝 那首先我就是要先教大家 按摩正常的保養手續完成之後 我會再用一些比較滋潤的乳液 因為當你按摩的時候啊 你如果臉上沒有油脂的話 它其實非常的難推 而且這樣其實會形成皺紋 我會先大面積的 先上上去讓臉補充水分 然後結束之後呢 我會再上一層 再局部 就是你要按摩的地方 我會在我會按的地方 會觸碰到的地方 我就會上一層 好 這時候開始了 我會教大家兩個 兩種不一樣的 就一樣的按法一樣手法 但是是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有道具跟沒有道具的 按摩的器具可以放在 淋巴線這個地方 就是臉這邊最容易水腫的部位 我會這樣推 從耳機下面 這樣戴下去 就像你平常去按摩的時候 只要按全身的時候師父都會跟你講 要把氣節打開 你的血液才會順 然後才會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這邊就是我們的氣節 這邊不好的東西都是氣節在這邊會累積 所以你的臉看起來水分會堆積在這邊排不出去 所以是這樣按 然後當你按的時候你會發現 會有點痛 會有一顆一顆的東西 那些就是氣節的部分 那你要做就是把它打開 有時候我如果去外面拍戲 我沒有帶到道具的話 我會用我的手 就是雙手真的非常萬能 然後首先就是你還是一樣要上乳液 上完乳液之後呢 為什麼我會選擇 手的關節這邊 因為這邊出的力道是最大的 它這邊會有齊趣的地方可以幫助你 因為你如果用太平滑的東西 其實就跟浮沫一樣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你這邊可以使點力 跟剛剛那是一樣 從下巴到關節 然後再往下 這時候其實可以出一點力 那像我自己本身會比較 就是會比較變態一點 我可能會出多用力一些些 這樣用力之後 帶下來帶到哪裡 帶到這邊會有一個孔 把它縮成排水孔好了 就是把你多餘的水分 拉到上面 然後再往下帶 你這樣子按摩兩邊 大概兩三分鐘吧 你就可以有一個非常 就是還你最原本的那個臉型 然後你就可以很自然的 很順的再去上妝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解決水腫這個煩惱 我想我應該是 蠻有說服力的吧 那在生活上面 我為了要讓自己不水腫 其實我運動還蠻勤勞的 譬如說簡單的跑步 或者是說可以做一些 網路上有很多 像是分享那種 快費或茶巴卡 其實蠻適合做來 就是消水腫的 如果你不愛運動 但我勸你還是要運動啊 我也很推薦泡澡 那在飲食上面呢 其實我的早餐吃得非常的簡單 我早餐如果是我媽媽願意幫我煮的話 我就會有一碗無糖的藝人 跟茯苓加上白木耳 藝人跟茯苓呢 其實它最大的功效就是它可以消水腫 然後吃白木耳就是為了 女人的消忍蛋白 再來呢 如果你沒有這麼搞綱的話 你也可以喝紅豆水 我覺得紅豆水跟 有一點咖啡因的飲料 像茶或咖啡其實也蠻會消水腫的 如果這些對你來說都沒有效 我就要來教大家 如何在急救的時候 按幾個穴道 或者是嚕一嚕 你的臉就會消水腫 我就會拿一片面膜 我非常推薦這個面膜 其實這個是陳怡蓉姐姐 親手媽媽她們家的面膜 那大概花15到20分鐘 你就可以有很保濕的效果 就是吹彈可破 那當我打開來敷上去之後 我就會拿按摩臉部的棒子 這個的寬度比較適合我的臉型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找適合自己的臉型 那這個要怎麼按呢 就是當你敷好臉之後 從這邊推你的骨頭的下方 推上來 推到耳朵這裡再往上推 這裡通常會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就是你的咀嚼肌 在這裡然後用力推你的咀嚼肌 然後再往上推上來太陽穴這附近 然後要往後面 推到你的耳朵這裡 然後再把它往下拉 拉到耳朵後面再往下滑下來 到你的很美的鎖骨這邊 這就是完成了一邊的推臉 那這樣子的過程呢 應該可以推個十下十五下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另外一個呢是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就很容易鼻子過敏的話 這邊很重要 你就拿這個比較短的地方 壓一壓這個地方 如果你眼睛的周圍還是很重 可以先壓這個位置 然後這樣子拉上來 通常這裡會有一點點酸酸的 但是我那個溫馨小提醒 不要往下這樣子推 但通常眼睛附近呢 不要推得這麼的用力 我通常早上起來就會這兩邊推推 這兩邊推推 然後眼睛推推 然後再來推 你的臉 就大功課程啦 嗨 大家好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秘密 像我比較容易水腫的人 所以我每天起床 有幾個步驟我一定要做 而且會讓你的眼睛比較有神 然後同時就是可以消一點水腫 就是如果你們有跟我一樣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就像眼周這幾個部分 就是一定會循環壓 然後最重要的是耳下這邊有一個穴道 我覺得用力的壓它 真的會對整個通體舒暢 然後這樣排水 就是把臉的水腫排掉得很 很有效率 很快速 OK 這是我的小秘密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每天做很漂亮很健康 See y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妍藝格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消水腫的 非常厲害的一個新的小東西喔 為什麼要消水腫呢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容易水腫的人 我是一個代謝比較慢的 而且我是那種早上起來眼睛一定是拋的 所以要怎麼辦呢 登登 就是它了 我之前其實有用過很多 像是那種滾輪我也用過 黑金的那個按摩棒會震動的我也用過 可是我發現他們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 穴位按不到 這一個東西呢不要小看它就是一塊 就是一塊不鏽鋼 像它這邊有一個弧度嘛 它是真的非常符合人體工學的喔 如果放在我的臉這邊 是剛好符合到我的就是臉頰 像假說臉部要消水腫 有一些地方大家可以多按 一個就是在鼻子跟眉毛中間這邊 這邊有個穴位是很容易塞住的 然後還有就是眼睛最下方 有一個骨頭的地方 這邊很容易塞住會有氣節 再來呢就是鼻子旁邊 那這三個地方怎麼按呢 剛才不是說這樣子嗎 你把它反過來 用這一邊就可以按到 我剛才想說要壓的這個地方 這邊就可以多壓 然後如果眼睛這邊拋拋的話呢 它這個弧度也是可以讓你 這樣子帶過來去按的 再來就是眼睛下面 大家很多時候會發現說可能 常看手機或什麼眼睛很疲憊 這邊呢就會有一些小器節 這個就非常好用 你就可以這樣子 稍微的把氣節按開 但一定不要太用力的拉扯 這個還有拉提的效果 就是這樣子 往上拉提醒大家 不能臉上什麼都沒有的時候用 因為這樣會拉扯到皮膚不太好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用一些 化妝水啊或者是精華液或者是乳液 最後就是要把你臉部 剛才按開的一些水分跟氣節 然後再從臉部排掉 那要怎麼排呢 就是下巴 一樣用這一邊的弧度 這樣子往上拉 拉到快到耳朵這邊呢 再沿著脖子往下 因為這邊有淋巴 就可以把你臉部的水呢 這樣子沿著脖子往下排 這個的設計是非常的 很圓然後非常的光滑 不會有任何的死角 或者很刺的地方 所以其實按的時候 順便也可以幫脖子做感 尤其大家現在都低頭子有沒有 這樣非常的非常的舒服 所以這個 我個人認為 比我現在用的滾門 還要更厲害喔 推薦給大家 來吧